可是习惯性了 习惯性挑了这个担子 当我从云南回来的时候 我就把自己当作我死了 再也不会有轮文法 再也不会有原来 这是一种责任我现在 这又让我重新地理解了一次责任 原来责任不光是对于自己所爱的人 也可能是对于自己所恨的人 但只要是家人 他也有责任 我现在已经是行尸走肉了 行尸走肉 对 我很难从一个农村妇女嘴巴里面 吐露出这四个字 我就是行尸走肉 那你说一下 为什么你是行尸走肉 什么爱情 什么家庭 什么友情 什么美好的生活 什么工作 什么穿漂亮衣服 对我呀 我现在就是要我的女儿好 把我的那一脚踩去 完成的 妥善的安排了 这样 我放弃我的父母 我在我心安里的 我每天都想我的父亲 我每天都在那酒楼里哭 当我累了 累了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一个家旁可以依靠 我的女儿 是我生存下来的力量 好 是的 嗯